上来就说缺钱是吧 钱的背后其实就是不尊重 对吧 今天为什么来 今天来 就是想通过咱们的节目 来吐槽一下我老公 因为我老公 他没有上进心 不挣钱还乱花钱 把时间都浪费在了喝酒上面 结婚二十多年以来 我感觉我非常的委屈 我是个要强的人 而他呢 懒懒散散 没有上进心 一不弄力工作 我感觉他是一个 氏族的啃气族 啃气族啊 对 你说话那么好听一点 我那都不挣钱 一分不挣吗 挣钱不是应该的吗 你看那理直气壮的 不是他都说我不挣钱 你跟老师说 你我挣不挣钱吗 他平时时间都是 特别要喝酒 不管是谁的打电话 他都要去 我在立法典忙着 然后叫他给我帮帮 他都不帮 总部做难合得黑 我在立法典忙着一天了 也很辛苦 孩子点饭都没有得吃 孩子多大 二十二岁 小的十七岁 俩呢 两个儿子 我有的妈呀 压力好大 对 然后我回到家 一看见他 又喝醉 我肯定心情不好啊 在这个时候呢 他脾气可大了 一甩子来你 十几年的话 志姐 出去啦 今天晚上不会来了 干嘛去啊 就是我甩子 他生气了吗 去哪了呢 不知道啊 我那也没去 我也不知道 是枕在这家里 当着个吓唬我 因为他喝多了嘛 他处击水日子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了呀 所以说我每次 我基本上都是失落 然后都给他睡 我说 就敢喂他 让他回家去休息 睡觉 你看作为一个男人 不抽烟 不度薄 没有别的不量时好 就是说喝酒 我喝酒是 我有压力大了 我会给我自己 写写牙 你他那压力大了 我会把牙 写到我身上 那我只有 我只有找朋友 聊个条 我写写牙 你可以喝酒 我不是不让你喝 但是你作为一个男人 最起码这个 紧急事 有这个感觉干嘛 这一块 你有吗 行 这个程先生 这个44岁是吧 对 工作过吗 我一旦在上班 下纲了 04年下的纲 从04年 从04年到现在 都没工作呀 你不是说没有工作过 没有唱起的工作 都干过什么呀 我不是开理发店吗 我说你给我学理发 行不行 然后他都说 我不喜欢 我不学理发 我敢别的工作呀 所以说呢 通过别人 也给他招过两份货 你看他 像我妹的年龄 也没有一家文凭 也没有技术 你说能干啥呀 肯定干个处理 这块呗 然后我就给他招了一个 就是说去跟一样 赶孔跳 你学吧 你赶了多少天 我赶孔跳 不是我 是赶多少 赶多少天 我去的时候 人家那个工期 一块结实了 我就干两十五天 或者赶结实了 是啊 你不着急呀 但是我记呀 我坐不住啊 所以说有结束 跟他招 有招了一个会 又干了多少天 会掉了 你学吧 那个会 总共都一个月了会 跟他拉这个 捡翘了末班 都个钢铁吗 就是你一直打短工是吧 那长工有没有做过呀 短工也是 也是我给他招 他自己出总招了吗 然后我去他出去 泡出租池 这是长期工作啊 这可以很稳定 我不受不了 我跟你说 害时 你还害时 你自己都胖着山上了 你不知道 那不饿了 你不吃了 饿了慌 是 你有点的自控力吗 各位老师 我带来一张照片 你们可以看一下 受了六十斤 对 你看受下来多帅呀 景深又好 也不犯困难 我整个事儿也不出啊 以前因为他胖 有呼吸在内组合肿 严重的水 就是水中一猝丝 然后当时就上医院 去给大夫医生 就是人家必须兼肺 然后通过 大夫给他水了以后 我们两个也骨头弄力 别管怎么样 也算瘦下来了 瘦下来以后呢 隔项指标 确实也正上了 大葫芦也不搭了 也不别起了 他哪都是别的 又大葫芦严重的 傻振作 那个嘴都是黑嘴的 你知道吗 他现在 这不是又翻过来了吗 现在又开始别起 大葫芦就这样了 是因为胖 所以不能开出租车了 对对对 因为他胖 他容易反捆老师 那这车是你们租的 还是买的 我们年价人绑的 我们借了件 给他买了一辆车 还是买了一辆车 借的钱买到 娘娘弟弟绑我嘛 让我知道我昨难 都心疼我 所以说一直在绑我 我也想整口气啊 那那钱还了吗 没有呢 要是换了话 我还至于这么着急吗 车呢 谁的找生者 让人家跑人了 找别人开 别人也会给您一点收益啊 对他给我分着这 我开还没有 是一拿着拿着 你知道吗 难道说我学立法 我到哪个地方我都会吗 都是从开始不回去学 你是甜菜啊 你会啊 我能不成 不但没有整钱 而且划钱大手大脚 你出去喝就是不是要划钱 我在立法店整个钱 整得很不容易 我知道这个钱来自不易 我还想给我的孩子 虽然没有更好的生活 但是我作为一个妈妈 我想给孩子尽量 带来一点好的生活 我自己 整了钱都不舍得就划 孩子都非常东西 很接尖 我看见孩子那么多事 我心里都难受 男孩儿 我觉得男孩 穷严二不更好啊 叫孩子知道从下回国 那不更好啊 你这你也远我 跟我啥关系啊 你跟着我 你都是给自己 施压力太大了 老是啥事先来 你把一百年之后 事都想到了 那你自己能办到了吧 我想为你 借我们养了钱 你换了吗 你需要换了没有 没换完 没换完对吧 这不一直在换吗 你一直在换 你换了多少了 你借了多少年了 我问你 我弟弟从来没有给我要过 你知道那种压力 对于我的手 有多么重要吗 这个掌 我不是不认掌吗 你不认掌 我不是不认掌 我马上换了 那你不赚钱怎么还呢 就是啊 那钱借了多少年啊 到底 零六年左右吧 那现在还欠多少呢 现在还欠十多万 好了啊 现在还欠十多万 他就是不着急 等了 那一天 还等了 一天出头车生意非常不错 换点 现在生意都补杂整天了 刚过着咱家的生活 你慢慢换吧 这个账 多少年 你准备用多少年还完 这欠下十几万 十万块钱 我这个工作开始了 五年之内绝对没问题 你这什么工作要开始了 我自己 跟朋友也是 干了一个小买卖吧 什么买卖啊 还没开始了 要投钱吗 投资一两万块钱吧 一两万从哪拿的 借呗 所以你的外债不就越多了吗 那你不借这两万块钱 你咋得去运作你这个工作啊 你为什么不能踏踏实实的干一点 不需要本钱的工作呢 送个外卖不行吗 老师傻工作不需要本钱呢 我也给他试过 让他送外卖 送外卖的也需要本钱呢 什么本钱 好多东西 什么东西 他去换面子 也不想吃铺 去做保安也不需要本钱啊 保安我财钱就行了吗 你知道现在有一些好的小区里头的这一些保安啊什么的物业都是大学本科都是年轻的漂亮的这一些小姑娘小伙子都是上岁数的啊 那说明你年轻更有竞争力你去还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保安工作 这样你可以做保安队长都可以啊 哦 会考虑一下 还考虑一下 你考虑个啥 你是被老婆养活着你承认吗 我不承认 为啥不承认呢 因为我的牙衣服出来啊 你服出啥了 我给你说老师哈 我师父看到了都是我的缺点 他只说我不会来 那我会来那他不说啊 那说说你说 我啥都会 你会得啥 我也找过牙 我没工作 我没出去活玩 没出去 你出去上班那一年的时候 你你不会来 我问你 去照顾了孩子 我不单在理发店一个人忙一个人嘞 我是不是孩子我在照顾着 你还是在吵架这个样啊 哈哈哈哈 你们家这么多年来 钱是老婆挣的这事对吧 他挣了多 我不能说没挣 我也挣了 你挣了多少钱 那我没算 你还欠了人十几万 还没还清 还没还清 对吧 我给你学老师 最让我伤心的是啥 我感觉吧 任累吧 还没事 最重要的我是 任有累 心还累 压力很大 他是一个脾气非常急躁 一点耐心都没有累一个人 他在外人啊 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 他给别人说话 都是笑眯眯了 哎呀 脾气又特别温柔 特别好 就是威仪回到家 里面都是变了一个人 孩子现在是起来上高种了 现在是个叛逆期 我在理发点忙一天 全世界挺累 然后我都说 你早起起来 给孩子做饭呢 我说你叫孩子起上 然后笑头说 啊 天天早 我叫我起上 天天早起 把我抄一顿 然后孩子 我下学回来了 听听饿嘛 然后跑到厨房 回去看 做了啥饭呀 或者是闲下锅 哇 就这第一动作 他的孩子抄一顿 最重要的是 在理发点 特别是过春节的时候 很辛苦 从早上坎门9点 站到夜了 10日点 然后我那时候 我的手都咧的 都是裤子 腿斩了 都是中了 他跟外边 喝酒回来了 我说我今天好累呀 你累累 给我睡的干啥 你不回去干嘛呀 你给我睡 你都不累了吗 你说了吗 能叫我睡了吗 你可以随便睡 我给孩子发起 小孩难孩 我在教育他 我做的发展在县国 他没规矩 早起起来 他磨磨蹭蹭 我不吵他 我当父亲吵他 不行啊 我认为你可以吵 再一个说 你个电轮累了 你去休息一天 你去干嘛干嘛 那你不许 你老是找到我 唠叨叨叨叨叨 我微小不许啊 你把整了圆子 发到我身上 还说到我这不行 哪不行 你说我长这么高 我哪都不行啊 我微小 我怎么没一点好处啊 我微小不许啊 我微小不许啊 都这个情况啊 你只不过是 我不许的呀 不是 大哥你为什么 不能按一下呢 我不会按老师 不会按简单的锤一锤 我们都会呀 我平时多么生气 老师多么伤心 多么难过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一句话 你一说来听起来 能起作用吗 能起作用 心里至少舒服了 至少比您啥都不做 要起作用的都 你说这哈 我跟你家装情放子的时候 他多有注意啊 装情放子的时候 都不让我惨怨 不整经我以前啊 装情放子 才叫我去捡 可不是吗 钱都是我挣的 房子大多数的钱 也是我花来 花钱买来的 那你俩 我一根头 我一根头 我捡出来的 我腿站肿了 我站出来的 我干嘛跟你商量 一个家庭里面 谁挣了钱很多 嗯 谁说话算数吧 那倒不是 一个家庭里面 谁愿意奉献 谁说话算数 我也奉献了 你奉献了喝酒 假如说我也敢了 这不是 这献不出来 献献不出来啊 所以您委屈是吧 您现在做的是一种 新型的这个家庭关系 对吧 叫女在外挣钱 男在家主内 你承不承认 我 我不承认 平常我在店里面 一干活啊 他干了 是每天都做了 还是一个月 只做了一两天 那这不好水 你如果有朋友 可就知道打电话 哪着急 喝酒的频率呢 一周去几次 那隔三茶屋 那都得要去 不是 那大哥 那您说吧 一个星期 大概在那干小工 能干几天 一个星期三天是优蛋 一周喝三天 一周干三天 一周喝三次 一周喝三次 那还少吗 那不就 一周都没了吗 一次从中午喝到晚上 第二天酒还没醒 对 歇一天 对 然后又一次 老师你得说 我是喝一天 休一天 喝一天休一天 这不是六天晚了 那不是吗 优势还是十 你看不就还是吗 不是 我喝就优势 我也是在探工作啊 您谈什么工作啊 谈成了几个 您的核心业务 不就是理发店小工吗 理发店小工 我也想去 挣别的钱呢 挣啥钱了呀 投资招生 你不是挣来钱了吗 不是投资什么呀 不是做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投资 您欠人十几万的车钱 十几年还不出来 您拿什么投资 不是我就问 你有什么资格投资 先生你觉得啊 在你孩子的心目当中 你是个什么爹 反正在老婆的这个眼里面 你这老公是不合格的 在我们的眼里面 觉得你是不负责任的 对吧 对生活没有责任 你觉得你儿子怎么看你 你是当爹的 那既然做不了好丈夫 在这你们也不认可 那你当孩子的爹 那也不合格吧 你跟孩子聊过这话题吗 没有 今天我们采访了儿子啊 来听听儿子怎么说 他们夫妻都不知道 来这个节目 你想对爸爸妈妈说些什么 妈 我想对您说 这么多年以来 您还心如苦地把我和弟弟带大 您的辛苦和委屈 我心里都知道 特别是您经营的这个店 数十年如一日的辛苦 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我为您骄傲 爸爸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您可以更加体谅妈妈的不容易 能多关心关心这个家 替妈妈分担一些 希望通过这个节目 可以发解你们的矛盾 不过我会尊重你们 最后的选择 由于长大了 即使你们分开 我也可以把妈妈照顾好 好 这是大儿子吧 其实儿子的表态 不就是儿子的倾向吗 那就说孩子已经做好了 父母要分开的准备嘛 就是今天也许有可能是您 生活当中 抓住最后一束光的 那个机会了嘛 程先生你觉得 你生活里有光吗 我有光 你的光在哪啊 我老婆都是为了光 不是这你还给他鼓掌啊 我觉得是 不是这你还给他鼓掌啊 我觉得他悔改了 你怎么了 我看到他的眼泪 你要相信在这二十年里头 他可能掉过不止这一次泪 你以为他儿子就只会在这一次说过这话呀 他儿子没有在妈妈夜夜哭泣的时候 没有在妈妈多少次绝望的时候 跟自己的爸爸说过啊 没有在他爸爸跟他妈妈吵架的时候 拉住他爸爸 让他爸爸少吵两句啊 儿子的话这二十年里头说了这么多遍 你有听过吗 一天没有他这样说过 以前只不过没有说过你们离婚也可以的 我支持妈妈的选择 这个儿子真的是教得很好 他即便支持你们分开也没有说着爸爸一句不好 只是说你能不能多体谅一下妈妈 儿子能这么善良 这么有主张 还这么温和 我觉得真的是你们家真的有道光 是你这个妻子 我如果是你太太这边的亲人 我就劝他离婚 你拖着他没有意义 只能把你自己的光给拖 没了拖暗了 拖老了拖垮了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还要忍受他的坏脾气 他如果今天还是这个样 还敢在这儿耿着脖子 说挺好的 你老唠叨 你还跟他干嘛呀 走吧 我真的劝他走吧 你这个样子 他走不了呢 有一些行为模式 其实是哭的那个人主导的 你自个儿把自个儿的人生 已经设定成这个样子了 你自己完全有能力 一剪刀剪断所有的恶人的 但是你选择让他们留在你身边 而且陈女士你别忘了 如果你儿子未来真的要娶媳妇的话 别人怎么看 这个男孩的父亲 好吃懒做 在家里二十年不工作 然后一家人欠了别人十几万的债 欠了快二十年 到现在还没还 你觉得如果你们有亲家的话 亲家看得上你们家吗 我就问你对这个女人是不是个好人 我相信也许您是一个好儿子 对吧 也许您是一个好朋友 也许您是别人的好同事 好哥们 我相信 可以 没问题 我只问在这个女人面前 你是个好人吗 二十年的时间 已经让你一个人连是非都不分了 就是她心里只有我 她的心里是没有愧疚的 你看她的这个标准 我不抽烟 我是好的 我有啥呀 我不就身体不好 我没干活吗 我不就有点懒吗 我不就爱喝个酒吗 我为啥喝酒 我压力大 你不承认我呀 你心里是不是就这么想的 这也是您的委屈吧 所以她那句话特别有代表 难道在一个家里头 挣钱多的人就怎么样吗 我给您的答复是 为这个家庭付出多的人 是有话语权的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儿子的女朋友 就因为您的这个表现 今儿谈一个跑一个 明儿谈一个跑一个 后谈一个跑一个 你怎么办 你是当爹的吗 当爹吗 程先生就最后一个建议吧 如果你真的想变的话 我特别建议您做一件事 今天您别出来了 不一定要离婚啊 您应该主动过一段 自己自足养活自己的生活 然后在养活自己 照顾自己的同时 能挣点钱 把这个家的饥荒给还上 供您参考 您仔细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太凶了呀 我们是不是好像有点过分 你们有什么感受吗 有些老师们讲得很好 大哥你看你站在台上 一米八几的大哥吧 就人高马大的 就反而是像个巨婴一样 依靠这位大姐去养活您 您应该作为一个男人 应该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 而不是说已经依靠着大姐 你看大姐多累呀 他他比你瘦比你矮 反而还要养着你 我大哥真的是要反思一下自己 姐姐就是付出可能比较多一点 然后呢大哥呢 我觉得就是 如果说是经济方面 就是不能给太多的话 就是可以从 其他的方面弥补回来嘛 这样的话两个人才能 一起走得更长久一些 小朋友都知道啊 说这个给不了 我可以多给点那个 是这样的大哥 我看说到最后的时候 我看到你蹲下了 我也理解 您蹲下那一刻是什么样的感受 为什么您又站起来 我都理解 您蹲下那一刻 你真的站不住 你真的是难受 你真的自己不行了 但是你非常要面子的一个人 我不能一直蹲着 我得站起来 对 今天是您的一个生日 您把今天当做一个重生的生日 我希望您真的能在生活里站起来 好不好 好不好大哥 好 今天的他 固然是他自有很多的问题 但很多时候是你的纵容 你的宠溺 造就了今天的他 所以如果你想你的后半生 活得不那么孤独 那么疲惫 你的两个儿子 不会受这样一个父亲所负累 请你今天心狠一点 是给他机会成长 是给你机会以后幸福 也是给两个儿子一个生活自由的机会 所以别再心软了 你不是他的妈 你是他妈更应该让他成长 所以请你心狠一点 给他成长的时间 离开他一段时间 好不好 好 关键程先生还横得很 他要横着他走呢 行 你要真有那么大的脾气的话 先离开家这一段时间 对 自己努力地好好地向上地生活一段 也不是一个解决方案 有可能还是这样